UFC 298张明阳KO了李贝勒 这位赛前不可一世的对手 在赛后谈论自己的想法 关注我动态的人 你们也看到了 在比赛里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太多想说的 不想找什么借口 也不想遗憾什么 我完成了我的工作 很可惜我没有在UFC中取得我想要的成绩 没有把胜利带给我自己 家人和我的团队 但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没必要为打翻的牛腿在那里哭泣 我的对手张明阳让我很惊讶 当时我的表现略好于他 比赛就这样 一拳就能改变结果 我自己也很惊讶 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 兄弟们我对比赛结果感到很难过 但是我对自己的一路努力感到很开心 他把我带到了UFC包括我的团队 现在是回去训练的时刻了 我已经回到巴西了 很快我就会回到训练馆 我的合同里还有很多比赛 一场势力不会阻碍我 我会更加强势的回归 张明阳也回到了安徽省太和县老家 在这里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情欢迎 感谢家乡父老的支持 赛前给了很多鼓励 让我更有信心的去比赛去战斗 继续为国争光 现在先回家陪伴家人 因为为了这场比赛已经出去备战的时间太多了 孩子出生也没能在身边陪伴 我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遗憾 现在我想把我最宝贵的时间交给家里 陪伴家人 你们要又又来 掌明阳的这次比赛的胜利 将极大的腿动 违线军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发展 进入选拟的热潮 第六贵为假托体育 体育强国建设 做出国民的太和贡献 眼睛没事 眼睛没事 眼睛的包括神经什么都检查了 眼睛没问题 眼睛就是有点肿 手没骨质 手估计是 什么肌肉什么的 手咋样 手还在等消息呢 搞不懂手怎么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 我下来的时候 他们让我签字 签字的时候都还没事 签完字手疼 停赛180天 这可以改变吗 一是我没有收到停赛180天的通知 二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么严重 如果说我的报告出来 就算他停赛180天 我也是可以申诉的 因为我不想休息的问题 张明杨在直播中说了 手没骨折 问题不大 眼睛也没事 稍微有点肿 佩雷拉 你如果说看到这场比赛 你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 大家都知道 张明杨在赛后叫板了佩雷拉 有吃瓜群众问到 何时能打佩雷拉 这个真没人知道 但是现在是肯定打不了的 张明杨在UFC还是新人 才打了两场比赛 而佩雷拉是踢拳双冠王和UFC双冠王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人物 张明杨现在还没有资格挑战冠军 他得先打进UFC前15 一步一步来 张明杨包括其他中国拳手 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国内没有高水平的陪练 到美国有高水平陪练 但是花费太高 这个是阻碍中国拳手提升的最大阻力 毕竟这些拳手一切花费用度 全要靠自己 就张明杨KO李贝楼的比赛来说 1万美元出场费加1万美元获胜奖金 加上5万元花红 一共7万美元 这些钱还要扣不少税 所以下一场去美国的训练费 还真不一定够 相比而言 张志磊能一直在美国生活十多年 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且张明杨才25岁 已经有了家庭 有了牵挂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他以后出拳的速度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我们希望他能更进一步 再创佳祭 俊仁 以后屁 我手が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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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が折断